好 希望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想要加入大致的LINE社群呢 影片的右上角QR Code 還有資訊欄底下的連結 就可以加入大致的LINE社群 記得輸入你的YouTube的名稱 還有Twitch的名稱 大致會親自的審核 那我們繼續遊玩新絕代雙交 1999年出物品的 那我們現在從 石獄島跟萬隻老人 拿到了這個駕翼神功 這個駕翼神功 打一個小兵也會掉駕翼神功 完全沒有價值的武功 終於拿到了 好我們要去找 欸我們要回宜昌吧 應該是回宜昌了 好走吧 今天應該 不太可能結局了 因為還有一小段 武功是學到了 可是現在還沒有練成 沒有資訊能夠應傳鹽王們 各派屍血都還沒回復 一時間有武力仇主 見面鹽王們的正義 現在該怎麼辦 欸別看我這樣 我一直是個安全國代的嘟嘟 你們說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最近聽上道上的消息 對岸信城的江南第一富商 斷合肥 有幣標銀款項很大 要跑到光外做買賣 可是兩盒鹽標和三鄉連標 都想搶這筆大買賣 兩家的標聯 已經吵吵鬧鬧一陣子 最近要在四海村飯館談判 那我們就向四海村出發吧 為什麼 傻 像鹽王們這麼大的組織 命做起來可是要花很多錢的 甚至他們搶朝前的陣營 這次多半會向這批銀朗下手 欸最近江南第一富商斷合肥 有一批一百餘萬兩個標 要送到光外 不知道有多潮雨 得好一點飛 沒更 奇怪 他到底怎麼賺來的啊 兩回聯標和三鄉連標 為了搶斷合肥的大買賣 明爭暗鬥無所不用其極 又是阿朗派系 又是到處放小消息 重傷對手 兩條標路 有時候不小心碰到的時候 兩家聯標的標是一言不合 馬上都濕鬥起來 我家兩個小鬼搶糖車 特別他們有文雅 正式的 三鄉我練 盟主的道 將你造老英雄 為了調解兩盒聯標和三鄉連標搶標的糾紛 特別在四海村飯館開的判決 希望大家訓練很好 別在冰冷的鄉下 該怕你那大聲 又是趙群海 前日兄弟 因趙老前輩之招而來 本該老老使者喝得大醉而貴 但在畏醉之前 兄弟心頭卻有幾句話 實在不能不說 說 我 你只管說 不說 怎麼喝得下酒 斷合肥 要一網關外的那批錶影 本是咱們兩盒聯標先派人到安晴去接下來的 江湖中人 人人都知道此事 不錯 在下也聽說過 第一種標頭 竟然知道此事 便不該再派人去搶這筆聲音 兄弟九 我橫山英 利豐乃是仁義英雄 誰知 哼 做買賣 講究比貨 這和江湖倒立幣沒有什麼關係 斷合肥後來決定找三箱標連 再下一枚的法子 如此說啦 你說咱們兩盒聯標 比不上你們三箱標連喔 在下並會如此說 這全要看別人的意思 好 很好 兄弟今日雖然應招而來 但也知道趙老爺子與三箱標連關係深厚 也不想求你為兄弟主持公道 只是 一種標頭 竟然如此瞧不起兩盒聯標 咱們少不得要和他們鬥一鬥 趙兄弟 先喝杯酒洗一洗路 你說的不錯 老夫和三箱武林中人大多有關係 立鋒算起來可說是實質 所以今日若是那老弟就怎樣離去 其非白混幾十年江湖 這是條件嗎 趙老頭難道想在大庭管中之下 殺人面口 老爺子莫非要將兄弟留在這 正是要將你留下 聽老夫說句話 立鋒 老夫諾要你將這票生意爛給兩盒聯標 你意下如何 這 這個 老夫絕不勉強 但這件事老夫一條 調查清楚 確實是你理虧 你已經任怒肯接納老夫之眼 老夫便將橫山那邊查林 讓座山鄉標蓮處下的工藝 江湖之中等意為先 你還要賽斯 三師 老爺子的話 弟子承感不停 但那查林乃是老爺子 所剩下的少數產業之力 弟子 啊 弟子不能接受 哈哈哈哈 只要你肯顧念武林道立 莫叫我三鄉子立 在江湖中被人背後直冒 我老頭子 哪區區產業 又算得了什麼 照老爺子如此大人大義 而弟子卻 卻 弟子實在慚愧 這票生意還是由三鄉標蓮成寶吧 我不想讓老爺子怎樣犧牲 在 在下不敢了 這票生意畢竟是兩盒連標先接手的 自然還是由你城堡比較妥當 照總標蓮都是在牽血 反應在下慚愧 好個道相領啊 果然不愧為領袖武林的人物 飛彈將一場真殺輕易的消滅與無形 居然還能將別人趕化的 也變成千千君子 兩位竟然如此謙讓 這趟標本就走的嫌 不如有兩盒連標與三鄉標蓮連寶 其非更安全又皆大歡喜 反彩勢力 利貓先進趙老爺 一邊挑血真 再陪趙兄一邊強標的誤會 以後咱們就是一路了 別講這麼多客氣話 舉杯 大家很晚這邊就是一家人了 這麼快就化乾哥為玉博啊 真是太無聊了 我們準備走啦 這 竟然是酒裡 嚇得我 這 這是怎麼回事 利獅子 該不會是你 老爺子懷疑我 他吃過的酒菜咱們也吃過 難道 原來是老爺子 我 我 我也是全身法忍啊 這是怎麼回事 謹慎 喬請轉圜再說 蕭魂少 美人餒 七步斷腸 毒命當一滴風喉 散魂水 雪魄金 我想起來了 這是江別赫密室裡的毒藥 雪魄金 種者渾身寒戰如臨冰霜 莫非這件事 真是將北赫派人下著手 那我就不能見死不救了 啊 抽了命啊 我爆光學 不行不行 咱們開業侵蝕雲點 從來沒有死過人 這話好投出去 就別做生意了 現在每個人都有下毒嫌疑 大家都別走 等我找大夫怪 人救人命之好 不然 都得官府派人查驗 這小惡玉絲一點都不驚慌 難道 他早就知道了 這點小惡的嫌疑才最大 這張是雪魄金的解藥方子 吃得難救 我們走 走 不是我不要動嗎 好 走吧 槍施者 事情辦得如何 這是外國人嗎 應該不是外國人嗎 我不該怎樣問 有江浴囊出馬 還有什麼事情 只辦不到的 哈哈哈哈 哼 中了我爹的雪魄金 就算是大羅金仙 也難逃逸死 放心好了 兩盒以三香標靈的總標頭的掛定 斷合肥 自然會將 標影的猜死 交給你們金絲標局 原來是這一回事 不過江浴囊一定沒想到 事實上偏偏有我喬見你爹的秘密 會解雪魄金的毒 完全是脫四隻的福啊 江蘇紫利 川霞一路爹都有熟識的標局 同樣的情況 我可以讓任何一家標局 魚躍龍門 為什麼不選別家 偏偏選金絲標局 當然當然 你爹與我是過命的交情 我也是看著你長大的 咱們江家一家親 人家所肥水不落外人田 不幫自己人 難道還搬外人 世伯啊 你別裝傻 我對這些恩恩義義的鬼話最沒有興趣 難道你已經忘記當初的承諾 斷合肥標影百萬 抽金大概有十萬 講好了 三七分賬 我拿三萬兩 四隻要知道 四隻要知道 這禮物上有多少玉琳的英雄寄予財寶 還有敵對的標局想弄花樣讓咱們出窮 趕著走 不幸非滅也安家費 過關口 安草的關擾也會掉呢 想一想中心 這麼多環境要打通 你能不能少拿兩萬 養一個標局 不容易啊 你要我三萬兩變一萬兩 沒得商量 那我找 找先 先找標 威遠標局就好了 人家還分紅兩成 別家多少也開一成二 一成五的回扣 親兄弟還是明算帳 才不上感情啊 你饒了伯父吧 底價多少 兩萬 一萬二 一萬八 再低 我就翻臉了 一萬五 外家揚中美人相伴無綠 算 就一萬五千兩成交吧 別跟我拿鄉下姑娘的湊數啊 放心好了 江南一代我還有人蠻 弄幾個合口味的不成問題 倒是你什麼時候也開始喜歡這種調料 你爹可是從不沉迷美色之中的 小子別稱為美女殺手 興趣正讓少女心碎 女人只是事業成功的踏腳屎 我才不會沉迷在過幾年就會摔癢的東西上面 一切都是完完罷了 人生嘛 哈哈 還好我沒有生女兒給你荼毒 斷合肥呢 還要麻煩你美言幾句 我這就是 別忘了一萬五 外家漂亮的妞兒 好 一言為定 難怪先前要有力江玉郎 這男人真的很該死 這個角色即便靈活 咱們古伯犬最怕這種狠狠 我可以理喔 哼 原本就是 根本就是之前的肥癢 還是老賭徒鄉人鄉的嘴 江玉蘭這隻既貪又狠 我也不信一萬五千兩就能夠打發他 有十兩就不拿一兩 明明有一百兩 何必只取十兩 這是很簡單的哲理 他們之間 絕對會黑吃黑 你想去跟 想跟圈安清看好戲 只要表演別錄到江別赫和閻王們手裡就好 看那幫匪徒自相殘殺 咱們樂得輕鬆看好戲 去安清逛逛吧 我們要去新城市了 在碗內想混進去探消息 就該先翼龍一番 翼龍 聽起來很好玩 怎麼了 我們到旁邊 隨便幫你抹一些凝灰 弄一弄就好了 小心你 你們之前 也是這樣換衣服的嗎 對啊 為什麼這樣問 你身材不錯唷 小月兒 有沒有偷襲你啊 小月你在看哪裡 才希望插爆你的眼睛 這一路上機會多的是 料動手早就下手了 也不想想現在 還有料給人欣賞 再過二十年了 就沒人帶你是寶了 是是是是 為什麼不先插爆 雖然三光的眼睛 為什麼不先插爆雖然三光的眼睛 剛剛是一點見面的 不成敬意 剛剛是一點見面的 哈哈哈哈 是誰偷偷的消息 知道我愛對西蒜 愛對西蒜 你是否在這 紅頭棺材 可是上得了快死手啊 我找了兩人 都沒有找到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兩河的造全海與三鄉的立峰 竟然不幸為人下藥 現在雖然性命無虞 不過已經無力承保百萬紅標 所以將某內局不必行 特別見取金師李迪來承標 他主持金師標局在蘇康一帶 可是相當有名頭的大標局 有名頭的大標局 有名頭的大標局多的是 每家標局都 通常都打點特定路線 你們金師標局 一向在江南一帶活動 這次也小開一路先行出關 走的可是深路 你有把握嗎 我們標局 已經為了這件事做了萬全的準備 只等段月與諾 他們馬上沿著出關的路者 成立金師標靈 那你放120個星 很有自信嘛 一著我江南大甲保險裡 二著有紅蟲觀察聽你說話 反正報局都是一個樣 那就交給你辦了 不敢不敢 在下一定不如使命 重新案例造成書給 你找戰狂性化壓 你一半 支撐之後 再你另外一半 這標兒稍微大了點 金師標局 買了下的物場 也順便打個契約 只壓在我這 這樣比較安心 沒問題 那我就先告辭 下去準備妥善 江玉郎 你好厭斧啊 武當硬青姑娘的腰都還沒有暴暖 又要樓令斷家的千金 江玉取到正江 正要入懷音之際 即被東宮招攬 我一言是關於兩家標臉優標的事 所以才順道提西老友 既然金師標局已然成標 解決藍眉之急 不知斷野還有什麼事 要交代江玉 哈哈 我 我不過是江玉出筆之人 大致四不上幾個 就發了二十年很慘 撤就今天的局面 唉 你就別斷野斷你的家 下鋪 靠我養的 這樣就沒關係 江大俠成為小明 阿胖 就可以了 不敢 斷野嚴重 出門在外 還是別亂禮數 不如 趁合肥兄吧 唉 好想說 我只忍不說拐萬話 那個天香塔地錦莊的照相裡 就是 很有人心的那個 我一直搬不了他 最近照老被逼急了 好像要找一幫江湖中人來找茬 所以才請江南大俠過來作戰 大家雖然不猜 補些小別山 實在是沒問題的 我畢竟不是五人出神 這樣長久下去戰戰盡盡盡的過火 江南俠也不能一輩子都忽悠著我 得想個辦法 把照相裡給亂倒 合肥兄 不是以上以聲明百姓的利益為先嗎 整地會想用鬼魔 嘿嘿 其實這次江湖上打鬼 不是他膩就是球迷 我想亂倒在小明 先前賠錢低價銷售的部分 當然要加倍從百姓身上賺回來 你真以為我安什麼好心 合肥兄別開玩笑 此番言語我與小和絕對沒聽到 魚狼我們走 爹爹 一般人起回故意在外人面前漏腳 斷了爺子這樣掏心 一定還有什麼話要說 成名 我女兒走成沒有看錯人 其實我有宣報 抽江胸虛名一個 嘴上所有冠冕彈劃 但是每次煙魂們襲擊各派時 就沒見到你真正出面抵擋過 所以 我想你和我很對位 我的事 你還知道多少 別急 別著急 想殺人面可 先聽我把話說完 我的目標 是壟斷整個江南市場 再適合把江上路切近滑邊 但是 這一路上 一定有很多賢者 所以 要我出錢把你捧上武林盟主 由你斬出風言風語 我才好上下抓銀 人家還處處上揚端大善人 結果 果然是圍山不堅不復 既然我倆路線一致 不如潘的親家 就將斷山姑娘 許配給小犬如何 老三 老三 你自己的意思呢 你 女兒 女兒請爹做主 姑娘 你不能進去 老一正和客人談事情 嚇人鬼一邊去 我是武當掌門玄珍道長的女兒 你敢攔我 教育狼 你都滾出來 江狼 你考過我生事說要幫我到天荒地了 你現在都跟我回武當 我會求爹鴛鴛你的 不要幫你從武當門下出擊 你是路走太遠 還是被太陽曬昏了頭嗎 闖到這裡 就來跟我說些瘋話 我爹可是從來沒有 你怒過掌門的婚事 既沒文殿也沒拜堂 我為什麼要回武當 那你還是武當掌門的民族 所以之處我暫時不追究 事項的話就快點離開 等我找人送客 那就難看了 江狼 你難道見到 江狼第一富豪家的姑娘 就想入罪 你到底有沒有苦氣 你才不知羞恥 被炎王們奴走這麼久 誰都懷疑你已經不清白 我堂堂江南大小的兒子 取親只能讓人背後指指點點 人家斷山姑娘 無論人品個性 都比你成熟懂事得多 結果已經非常明白 你早點死了這條心吧 你…是沒良心的 我…我要回去告訴爹爹 嬌生冠養的死妞 你去告訴天皇老子都沒用 當初說你育人不俗就不聽我的話 不過… 段合肥也別做夢 把女兒嫁給江狼 只是引狼入室 遲早把段家的財產都吞光 連骨頭都不吐 既然狼狼也有意思 他們先口頭也… 約定 那… 趙香琳要怎麼搞垮他 最平常的手段 就是栽商嫁禍 我得先安排一下 東翁請借我十萬兩銀子 到時候盡力配合就可以了 只要能整款造香裡 三十萬兩銀子都沒問題 政大俠就請站房 從特製費裡開個明目零左吧 綠狼 並可不可以辜負人家斷… 人家斷家好姑娘 合肥兄 我這就下去安排 好… 爹 女兒悶得發慌 想請江少俠帶我去西湖玩個幾天 什麼… 多得在家裡陪你爹兩天都嫌煩 真是女大不中流 你也從帳房迎接零花 再請個武士陪你去 人家江少俠保護就成了 成不了幾個色色的保鏢 不知道是要保護我還在偷虧我 一點都不自在 段不復放心 就算犧牲我這條命 我也要保護段山姑娘周全 早點回來別玩瘋了 爛人都是社狼 本廳幾句名堂都被占便宜 爹送你一城 爹 你腿這麼短 少…少走幾步路不成 好好好 爹…爹想你 我…我乖乖看家 你們三個看什麼 還不知道我的習慣嗎 老…老爺 我們三個乾怒斧啊 什麼規矩都不懂 給我去找遍全城最會賭的人過來 女兒不要我了 我賭她了十天半個月 最好把財產都敗光 讓不孝女撈不到一毛錢 你到底是關心女兒 還是自己無聊好賭啊 呃…是老爺 小的們這都下去辦 剛好我身邊就有一個千元三光啊 哈哈 我忍不住啦 跟著你們這麼久 連一小盤都沒玩過 我快花瘋啦 好不容易有凱子自己想輸錢 我正好去雲錢還在 那個…告辭啦 遜…三光兄 無情無義啊 就這樣子走了 沒辦法 三光兄的人生就是一場場賭局所組成 要不是為了賭債 他才不會跟我們輸出冒險 好了 只要掃個人手就算了 經過這間別人去安排什麼 也不是將餘兩名在西湖混幾天 不管僵尸負責在變什麼花樣 目標也就是換合肥的百萬標影 只要標影還在金氏標局 他們遲早要下手的 你怎麼都這麼清楚 沒辦法 人家是壞小孩嘛 就是怕坐惡過關招天前 才要好心的姐姐在旁邊勸導 身邊老了 少油甩滑蛇 快點去金氏標局啦 欸?那我的衣服不換嗎? 撿 從屍體撿財寶 怎麼在做跟 情街線一樣的事情啊 唉 真的是苦命啊 一個是裝備啊 裝備在哪裡啊 這個嗎? 唉 這邊有一個 我剛剛好像看到喔 這裡 這龍黃袍 不是啊 這些裝備有需要了嗎? 我都拿到最強的裝備了 不是嗎? 在死魚島都拿到了 唉呦這邊走過了嗎? 唉走過了 顧氣完也拿到了啊 可憐啦 人生 人生 人生啊 好啦可以了吧 嘿 咱們不是三人好了 你 你抽一萬五千兩的酬勞 一萬多兩 這樣 你開玩笑 要做大事 這點錢 你殺牙縫的不夠 我看錯你了 你爹個是江南大俠 知道了 鐵鐵打不了你 嘿 從小大大 就是江南大俠長 江南大俠短 每個人見到我都說 你要真氣啊 武功要練好 書要多賭一些 不准做這個 不准做那個 不准做那個 你爹才不會丟臉 整地從來沒有人問過我 你開不開心啊 你忍著了沒 你餓著了沒有 江南大俠 光我屁事 不要什麼事都扯到我爹身上 好 好 我知道怎麼一回事 死眼眉 眉目 聽說父母成名 做了兒女的壓力也是大了些 給你一個教訓 下輩子投胎以後啊 還是認真當當地做生意 千萬別跟我這種人打交道 有個詞 叫什麼 魚虎毛皮 好好記著 你們兩個 把五十萬兩先送到先前交道的地方 然後一約定 各領五千兩 隱性滿迷去 欸 遮 遮命 計畫 進行得如何 不妙 近視標區存心要捐款 捐款潛筒 也有五十萬人不知去向 好個江綠黨喔 連哈爹都敢胡刃 時間緊迫 也沒空想查了 剩下的五十萬兩 五十萬兩 博十萬兩 卻陷害照相領 這款四十萬兩 當作下一次武林大會的活動費用 不過 要是你屍吞五十萬兩也沒關係 爹爹的所做所為都是為了你 以後的錢財武控名稱 都是要想辦法轉交給你 要是你不小心聽到那五十萬兩 五十萬兩的下落 可要先告訴爹啊 啊 還有一切作為 對著為了爹爹 成為五靈盟主 一統江火 怎麼會有私心呢 之子莫若富啊 江別賀也不是傻蛋 不過 不過 這被富只有 此處不宜久留 我們還是快點進行下一步吧 江一蘭的小子已經失誤五十萬兩 除了他自己 沒人知道我層在哪裡 幹合肥的不義之才被誰搶去都活該 而江一蘭短期內也不敢爽 不敢招搖花這筆錢 咱們得趕快去電影中報信 不然照鄉里那老糊塗就倒倒霉了 最近東南方金絲標群一帶血怨之氣紛飛 一定是有人被追擊金慶的人冤枉害死 雞怨難消 恐怕換為利鬼啊 害鄉里 看來又是有大場伸手的時候到了 不是利鬼是思辨啊 別忙 反正活動活動 先吸取一些鄉民的氣血 我自有用途 該不會是禮禮思辨吧 好 這樣就可以了 走吧 欸 直接靠近屍體就遇到一個殭屍 欸 就這樣 真無趣 幹肥仔 我才不要 先偷他的東西好了 沒東西抽 我自己有拍健身前的照片 跟健身後的照片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有練成功 我到時候再剪影片 可 可能要很久啊 怎麼這麼弱啊 零鼓 殭屍閃 像玉蘭這小子 真是害人不潛 哇 瞬間翼龍樹欸 庫拉皮卡 再也在床上 床上 再也下不來了 斷合肥的繼承 都快到了 咱們家主持 真的最近要召集人馬 準備紅燒那些大肥豬 你也和我一樣高興吧 人家斷合肥 早就得到獻報 要找你們下手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主持 這麼恨斷胖子啊 你心進門的啊 斷賊豬知道 庄主在哪有買賣 在對面開一家 他知道庄主有哪些大主顧 就不惜一切去解納 咱們天香堂和斷合肥 為時仇生四海 可是我聽說斷合肥 整得到很多不屑的良商 嚴商啊 做的聲音講著本分 咱們庄主三鄉出一名 也不從不抬腳 轟弄小百姓 被斷合肥 用那種baby的手段 搞搞的話 他根本就沒有人天理 來 裝著 不知道是誰又送一批珍貴的藥材過來 是腹子肉桂西角熊男這幾位藥味 已經第三批了 拿上廳來 那種 你平常不是這樣 咱們不義之才不可取 這藥材的詭異 還得退還給人家吧 退還給誰 連是誰送的都不清楚 不好了 就讓大俠來問罪了 怎麼又是我最討厭的傢伙 鐵西男中毒了嗎 江大俠怎麼說淪為 斷腐家門下的時刻 連進門敗體的規矩都不同了 對懂人意者 暴以人意 對爪肩毛者 何必講客氣 我耍什麼肩毛 江大俠你到處說清楚啊 我直接到敏乃伊 斷合肥的百萬領養 由金絲標曲成標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何時日佐 可是昨日為肥套所清 殺光了全標曲的人 並奪走了全部標影 而你是斷庄族最大競爭對手 第二 這位鐵公鳥 本來住我所安排的行館 昨天有貴婦的家丁 宋乃伊和高炳 說是招老英雄要整花舞 卻公子使用 鐵姑娘一死即餓 就先吃了幾塊 接著就中了劇毒 鐵新郎什麼時候 花我去住在一個危險之下 看見這麼好 拿對方的東西吃都不用說一聲 你邪口噴人 那麼鐵姑娘我連見都沒見過 你找個活命的人來誣賴我 我不服氣 的確是招呼家庭送餅 高炳給花公子吃 我嚐了幾塊 就浮動爐腳昏去了 我也能夠擔保 鐵姑娘這種事情 絕對不會有願望好人 這毒說難治也不難治 只要腹脂肉桂洗腳熊膽 這幾塊藥就可以了 怪就怪在全省 韓方圓百里之內的藥鋪 這些藥全被買光了 因為有人喬禁貴婦 在收過大批藥茶 所以我們來關心一下 果 果然在這裏 要裏藏這枚精子 柱紋 安慶斷斧 這些藥先吃一些救急 有些苦 人治點 真相大白了 造商主派人殺光金絲 標局的人搶攻了標影 因為製造花公子 武學無人而敵 而且在斷服下做客 所以派人送毒膏頂貴婦 只是沒想到鐵姑娘勿死 破了這場監禁 現在罪證據在老爺子 還有什麼話說 老實說 這些藥從昨日開始分批送上來 我還在找師俗藥退回 我府上的家庭都可以作證 你府上的家庭都對亂合肥 恨之路 誰都知道會作為證 你當我們是三歲小孩子 時問那多龍是我下的 宋禮師何必請家庭報名號 我又總會笨到 將解藥的標影包在解藥中 故意治癒大陰 等閣下來作章 若是凡俗之輩 這不會這樣做 但造勞震魂江湖數十年 是何等的見識 你真是叫別人不信此事 是你所為的 這比那種此地無影三百兩不作 高明核子十倍 百倍 這 這 蛇菜蓮花 照江大俠這般說法 無論此事真假 岂不是全咬定是我們中主下的手 我也可以換個說法 這是從頭到尾都是陰影組人馬 欲詹當嫁禍 這怎麼說 魔甲與斷合肥商量要嫁禍張門組織 於是斷合肥就借了魔甲十萬兩酷銀 這時候魔甲就想到 要怎麼才能將張銀置入第0裝 於是故意安排毒高品 並且買光發育百里的解藥 將銀子包入藥材中送過來 你一個小小的嚇人 憑什麼在這裡胡言亂語 說得有理 我特訓你繼續說 找實說 魔甲可以關滿藥材來包張也 又何必準備毒高品 哼 花五雀 你也不知道的時候 而是花公子是公正不二的英雄 口罵會阻擾大師 所以想用毒高品牽制你的行動 就像是鐵姑娘務死 也能將罪過賴在我家主子身上 這就是假扮造輔家庭的目力 魔甲料準的鐵巡人出事 你一定不會做事 這一切都是他的算計之中 好 算你會白 那金師標取的命案 又做和解 這件事本來就有栽贓 我家老爺是毫不相干的 就算沒有標取命案 魔甲也會另外安排一場斷合肥 輔銀被解的戲碼 這完全是魔甲沒有料到 他的不屑指摩椅 會先一步對白亂標引下手 後來想一想 乾脆連這筆爛帳 都算在組的頭上 怎麼樣 連我家一個下人 都想得出另一種解釋 要材要本就不要 金子你們也拿回去 江大俠還有什麼話好說 不然就送客了 你 自己多保重 無缺公子 我們走 你這次有人緣 就像化神灰 鐵線都還認得出來 鐵線早就聽出我的聲音 就讓他揭穿 自花無缺一定不會擾我 你是在保護我嗎 沒辦法 多怪你這個下人猜得太準 魔甲趴謝了底 決定今天打開殺戒 清光造福馬門 這邊打了一嗎 看起來是打不贏對不對 可是我想打贏他 嘿嘿 可以贏吧 我就在想 哪個家庭成天沒事幹 竟是在推演天下大事 原來是每次破壞我計劃的雜魚 江別赫這次功夫如此高 帶著張機根本不可能逃 別怕 野火伴著你 叫我別怕 自己卻在發抖 放心 我不會讓美女這麼容易死的 小魚兒 要是我和獄狼 像你這麼聰明 那有多好 小仙女也是花樣蓮華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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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什麼 可惜江獄狼為什麼不見呢 可惜我知道江獄狼 把五十萬兩裡藏在哪 你說什麼 我就知道你想要錢 江大俠四十好幾 正當五學頂峰 不可能耳朵伸窗 平嘴 你身子骨可硬 我拿你沒者 但是張姑娘身上多幾道傷吧 就可惜了 你可知貴犬只消失半年在哪 我可是費盡千辛萬苦 才和她一同逃出 那你的寶庫長金 何止百萬 只是該處的激光重重 沒有我 不能破解 若你張青妖邪 我不會告訴你底點 更不會破解激光 你就好好幹一輩子 窮光蛋武林盟主 若你放了我倆 用燒雞好久伺候我 我不但幫你登上武林盟主寶座 還能想辦法 祭破炎王門 你這小子說十句有七句假話 我先去準備韭菜 欸還真的準備韭菜喔 真聽話 小月兒 你還好吧 有沒有生在哪裡 江北赫下手真狠 呼嚕嚕快閃了 欸還算難動 不過這鐵鏈太強 掙脫不開 不然我馬上開鎖救你 我就在猜是哪一個人向我爹告密 果然是你 那人不知其非幾末尾 在天下陰肯的勾盪 我小月兒很少是不知道的 是 完了 你足夠中的石破袋 伸出這兇殘的子 所以 燙死我了 不 不要啊 還沒完呢 呃 呃 上..上次中毒 可能甜欣了 也是這樣 張 張青 你 你好漂亮 江玉郎 你趕快動小玉兒 我一定把你牽到萬寡 傻女孩 我要你求我 下一句我在聽到罵我的話 馬上弄死你情郎 別 別求他 我死 都不要你求他 吵死人了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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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把他弄死了 他暫時脫離了 但是在上一次要就沒命 而且要 在本大爺身上 你想怎麼樣 別哭了 你自己想一想女人有什麼本錢 能讓男人回心轉意 下流 我當作沒聽到 還想要你男人的命 就快脫 我 這就對了 我膽小得很 女人只有全身金光才安全 我才敢開老闆進去 再感情 解西特 救我 一隻狄身蹄肉 在欠張擠 我最討厭女人每一次就拿身體做獨作 快穿上衣服 看 開什麼玩笑 剛剛的藥讓 應該毒死你了 你別死 你不是很想要 用你的手露我的腰 摸我的臉 你還沒說喜歡我 不准你死 不准你死啊 你沒事 為什麼不早點動一下 還有貪心的鑰匙 靠在你胸前挺舒服的 要不是快悶死 我才不會動呢 天下可沒有第二個男人 有這種環境可以練習閉氣 啊其實我要想摟住張青 可是剛剛的力氣都用光了 可可惡 你好邪惡 吃人家豆腐還刷嘴皮子 我們快點離開這兒 你還能走嗎 小魚兒 你上次說火焰王 是我的殺戶仇人魏無雅 你有證據嗎 魏無心中的查詢到了嗎 那就好了 只要你能讓我和火焰王對峙 我就證明給你看 你種玄靈膏嗎 看起來很嚴重 這裡是解藥 人家在看 別這個樣子 嘿 怎麼這樣就消了火 火焰王現在在哪 火焰王現在都在擺花谷 要是不如你所說 那你宰哥 耶 魏無心加入 怎麼配反派比較適合 怎麼又是這個言論 魏無心 這該不會是陷阱吧 怎麼就一些鄉下人走來走去的 百花谷翩翩一滅 是炎王們種植玄靈膏原料的大品 平時門人進出都偽裝成裝甲漢 或是普通農夫 要是這麼容易就被人識破 炎王們早就被滅門了 炎王們種植各種毒花毒草的重鎮嗎 哼 等會是傷你的稀巴爛 失去了玄靈膏原料 看你們怎麼控制江湖中的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還有Twitch 你可以加入大肆的賴社群喔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新九條酸膠這款遊戲的劇情 謝謝各位